炒一些市牌、炒樓架、炒香村、村屋的町地 甚至炒旺角的格制店 待會又可以賺到四、幾十萬元 沒有計算過 應該一定有過百萬元 他是姚文定 爸爸是客家蔡名店最瓊樓的老闆 曾經在全港設有四十多間分店 他身為大兒子 但沒有繼承爸爸的生意 而去做投資 其實我爸爸一直想跟我去做投資 老人家覺得好像賭博 他不太了解 有些很專業的去計算 去找找公司的個人 但即使機關算盡 又起敵天意 03年一次失誤 足以令他一層白彩 我住了1,600萬元 但他整個戶口輸五千多萬元 我還很幼稚 我覺得我要起彎身 始終還要走這個魚身 失業的時候 那兩年沒工作 我吃了很多間油渣麵 為何吃到它 跟我小時候在七庭大廈 和人吃的感覺 媽媽你懂得做以前的油渣麵嗎 在家裏做給我們吃 真的很好吃 跟外面是完全不同的 那天晚上 不如我們嘗試做油渣麵 2013年中 姚文定在土瓜環找了一個舖位 200呎 16個座位 每個月營業額二萬元都不到 嘩死了 開工開十四五個小時 最慘的開始沒有生意 才是最大的事 大家和我都說都很堅持 堅持有八個月就好一點了 由沒人看好 到今天開始第二間分店 姚文定成功憑一碗油渣麵翻身 不過比起他過去幾百萬上落的投資 會不會是小毛見戴帽 如果你還很流亂以前 你怎樣走呢 雖然是沒有以前做的投資 那麼大的事 但我用豆子是 我相信比以前好過好